段仁黎眼中一光一闪 语气淡然地说道 说说你的条件吧 一百斤精炼过的阴沉石 韩丽此言一出啊 整座峡谷内顿时陷入一种 极其安静的诡异气氛当中 短暂的沉默过后 段仁黎还没开口 子然男子等四人的声音 却从其身后传来 话语中充满了怒意 阴沉石还有一百斤 你毁了本宗述出大阵禁止 还将本宗禁地搞得面目全非 如今还敢明目张胆提如此过分的要求 痴心妄想 段仁黎脸色未变 话语中却多出一分冷意 道友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一条阴沉石的矿迈一年也不过精炼出一斤而已 道友打算一下子要走百斤 不觉得太过分了点吗 韩某可并不认为 弱大一个天鬼宗这么多年的沉淀 连这些阴沉石也拿不出来 看来阁下是存心生事吧 既然不愿意走 那便永远地留下来吧 段仁黎面容 隐线 争吱似乎被韩力彻底地激怒了 话音刚落 段仁黎身上陡然浮现出大片的血光 把周围照耀的血红一片 并散发出一股让附近虚空几乎凝滞的恐怖凌压 一张口喷出一杆数寸高的血红色的迷你鼓帆 此番旋转之下便化为了一杆丈许高的巨帆 上面煞气缭绕 一只头生双脚的猙獰鬼手 图案清晰可见 轻面獠牙 双目紧闭 随着段仁黎口中飞快的念动咒语 巨帆血光流转 掀起一阵阵的血腥腥风 争獰鬼手血盆大口一张 一道粗大无比的血色霞光 气势汹汹地朝韩丽飞卷而来 霞光未至 一股让人闻之欲偶的血腥气味 顿时充斥了整座峡谷 附近空气的温度骤然间下降了几分 韩丽见此 身形在半空中只是轻轻一晃之后 骤然间化作一片虚影 让血色霞光一下扑了个空 下一刻 段仁黎身后波动一起 韩丽的身影凭空出现 一只布满 淡金色鳞片的拳头挥动 化为无数虚影击出 仿佛一瞬间同时击出了数以百计的拳头 刹那间呼啸声大作 一股惊人距离透过密密麻麻的拳影一照而下 所过之处 虚空仿佛位置寸寸碎裂 面对如此惊人的攻击 段仁黎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四缓十级地冲身前的血色巨翻 一点指 翻起顿时闪电般的分卷 大片血色的雾气从翻面喷射而出 迅速弥漫开来 化为了一团方圆数十丈的血云 将它整个人笼罩其中 身形变得若隐若现起来 金色犬影如雨点般地纷纷落在血云之上 竟仿佛击中了一团棉絮 其中蕴含的莫大威能 竟泥牛入海般地消失无踪 诡异之极 并且每一道全影没入 都隐隐使得血云扩大了几分 韩丽的眉头微微一簇 不加思索收回手臂 身躯当即化作一道虚影 向后倒射而出 弥漫周围的血云 顿时如惊涛骇浪般翻滚而下 朝两侧飞快地扩散而开 并从中凝现出一个个血色的漩涡 只是略移转动 一圈圈气浪像四周飓风般的翼卷而开 让附近的虚空一阵扭曲变形 刺耳的轰鸣声此起彼伏 韩丽只觉得四周空气一紧 一股股庞然俱力从四周狂涌而至 使得他后退之势微微一致 就在此时 血色鼓翻表面的猙獰巨鬼 双目骤然睁开 两团骄阳般的红光涌现而出 刺目耀眼之极 让人无法直视 韩丽只觉得眼前一花 接着四周景物模糊 整个人突然诡异地出现在一处血色空间当中 头顶是一片血的天空 下方呢 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辽阔血海 海面飘荡着一层薄薄的血雾 空气中散发出一股略带甘甜的气味 韩丽眼中浮现出一丝惊讶 动天之宝 你倒是见识不凡 没错 这赤血天鬼翻本就是一件动天之宝 也是本宗的镇宗秘宝 今日能葬身于此 你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一身黑袍断人离 正双手倒背站在不远处的半空中 衣衫裂裂 皱身血雾缭绕 韩丽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哦 是吗 此话刚一出口 四面八方木人响起一阵阵的鬼笑之声 这些声音时远时近 此起彼伏 似乎无数鬼物在疯狂叫喊 回响不停 韩丽眼皮突然一沉 神识竟然一阵恍惚 心中木然生出一种嗜血烦躁之感 似乎只有立刻冲上前去 与那些鬼物厮杀一番才能平息 但是他手中动作丝毫不见迟疑 一家发觉顿时一股清凉之力 从丹田中一涌而出 瞬间流过经脉各处 脑海中那些疯狂的念头顿时荡然无存 而四周的鬼笑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端人离见韩丽身子只是略微晃了晃 便恢复如初 心中不禁一场 这血海面飘荡的迷魂血雾 即千魂万鬼之怨 足以迷人心智 引发心底最深处的欲望和杀念 即便是我若无防备之下身陷其中 也会受到一定的干扰 此人竟然丝毫没受影响 难道他神识强大远超我不成 如此一来 我原先准备的杀手锏就无法施展了 而此时 韩丽却双目金光微闪 身躯突然模糊 急射而出 直扑对面的黑袍男子 端人离冷哼一声 手中一掐瘸 轰的一下 下方血海陡然剧烈地翻滚 骤然腾起一道巨大无比的血浪 将他的身形一卷消失无踪 韩丽现此情形身形一顿 停留在半空当中 闭上双目 将强大的神识放了出去 但马上眉头微微一皱 这处空间竟似无边无际 下方的血海更是诡异无比 以我的神识之力 竟只能深入海底区区十几丈 别说探出他的隐匿之所了 韩丽略以沉吟 瞳孔蓝芒一闪 施展出了明清灵目神通 顿时血海下方数十丈那一切 变得清晰起来 不过再往下呢 仍然是一片朦朦胧胧胧 根本无法直接洞彻下去了 就在韩丽翻手取出一株云褐草浮下 催动体内大半灵力灌注瞳孔 准备将灵目神通悉数施展出来的时候 一变突生 在韩丽前方数百丈远处的血色海面上 突然一阵剧烈的翻滚 粘稠的血水沿着某个方向席卷流动 形成一个巨大漩涡 里面隐隐传来阵阵低沉轰鸣 韩丽见此毫不犹豫地身形一晃飞到了百渝障高空 这才低头注视下方的一切 漩涡中心处哗哗作响 借着浪花翻滚下 一只巨大无比的海骨从中升起 此海骨足有百丈之高 通体骨骼呈现晶莹红色 仿佛由血液打造而成 上面铭刻着无数玄秘的符文 其如小山般的头顶处两根弯角的中央啊 一个暗红色的圆鹰闭目盘膝而坐 五官和断人离八九分相似 韩丽目睹此景 双目不禁微微一眯 圆鹰默然睁开双目 一张口接连喷出了七团惊血 同时双手十指掐绝 灰色咒语声从口中传出 惊血砰砰几声 一下化作七股血雾 如灵蛇般一卷在他身体四肢及脖梗处 随后圆鹰口中一声长啸出口 血雾散发出腰溢的血光 使他化为一个血色光团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血色光团木然一沉 融入了海骨头颅当中 巨大海骨空洞 双目中陡然浮现出两团血光 深周骨骼上所有的符文一亮 下方血色漩涡中巨浪翻卷 飞出一股股粘稠的血光 盘旋汇聚而上 犹如一道冲天而起的巨型螺旋血柱 由下至上将海骨淹没 透过血柱 隐约能看到里面的高大身影渐渐膨胀 血柱如退潮般的落下 原本的巨大海骨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百丈大小的可不鬼物 青面獠牙 头上一对巨大弯角 双目血红 浑身长满了血红毛发 四肢比常人长了一大截 背后是一副紫黑色的服役 这鬼物方一现身 浑身上下便荡漾出阵阵惊人的波动 连附近空气都站立般的矩阵起来 韩丽木光直视面前的巨型鬼物 口中喃喃一声 这就是传闻中来自幽冥的赤血天鬼吗 倒是有点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